3月10号才开第一场说明会 3月15号 陈吉宗在立法院就说肉嘴 说准备开放巴西的进口袋 难道超市是以超光速的时间 在13号14号两天 火速取得巴西的官方证明 然后在火速的送到农委会去申请核准 农委会也决定采购吗 大家知道事实上在巴西在5月20号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发现行流感 而我们的农委会 我们的政府颇言到6月28号才宣布巴西为疫区 这个是6月28号我们农委会的公告 当时就公告巴西 它是这个行流感的一个疫区 但是它也特别的说明 这个本公告生肖日之前 已经装船或者装鸡鸡运往我国的动物 及动物产品不在此限 这个已经埋下股票 所以这个不免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这么巧啊 5月20号人家巴西已经爆发情流感 你迟到6月28号你才宣布 而且也告诉大家 你如果装机装船呢 都不会再限制你的这个进口里面 整个你的进口的时间啊 如果呢 以巴西来讲的话 它的船期大概是27天到40天 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可以说真的为超司量身定做 时间非常凑巧 到6月28号才宣布 然后宣布的时间也让超司 可以在6、7月之间进口巴西的鸡蛋 进好进满 完全的不会有任何的耽误 而且呢 也非常巧妙的 当超司它进口之后 巴西就宣布为疫区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别的公司也不用想来沾这一块 巴西跟日本长期是经贸合作的国家 巴西的续产品 巴西的鸡蛋的出口大国 市场就在日本 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日本 在巴西发生情流感之后 日本就断然的停止部分的进口 反而从来没有进口过巴西蛋的台湾 却在巴西发生情流感的时候去进口 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陈其中的整个鸡蛋的决策作为 超过大家的思考能力 它也是非常的超司 整个超司的鸡蛋的政策转折点在什么时候 在神奇的三月 今年的三月 我们的经济部跟我们的农委会 分别召开了一场说明会 说明会就是找了所谓的进口商来说明 三月十号是由经济部国贸局所召开 三月十四号是由农委会自己来召开 三月十号才开第一场说明会 但是跟大家报告三月十五号 陈其中在立法院就说肉嘴 说准备开放巴西的进口蛋 三月十号是礼拜五 接着十一十二是礼拜六 所以难道超司是以超光束的时间 在十三号十四号两天 火速取得巴西的官方证明 然后在火速的送到农委会去申请核准 农委会也决定采购吗 这两天短短的两天里面 足够巴西穿越 足够超司穿越巴西跟台湾吗 还是我们超司在参加说明会之前 就已经知道农委会跟续产会要干什么 要什么资料 所以在三月十号参加说明会的时候 会后他就已经直接有办法提出 所谓的相关的证明 包括官方检疫证明 包括道案价格 都一并报给了续产会跟农委会 到底是哪一个 我们希望这个陈其重 可以公开整个合约跟公文的签订过程 之前农委会曾经说到 8月11号为止 整个巴西进口鸡蛋总共有 5455公顿 其中检验处不合格的有83.8公顿 这里面就是高达83,800公斤 这一批不合格的鸡蛋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了 农委会只告诉我们说 会令厂商退运或销毁 请问一下农委会有没有掌握 退运或销毁的相关证据 如果这83,800公斤有问题的鸡蛋 流入黑市 流入加工厂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刚刚整所叫做 鸡蛋的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